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就说明人家的底气十足飘身形来了两个老道前边一个后边一个这俩老道啊这年纪大概得有九旬往这一站这东霞西霞西霞那么大年岁了公身实力 东霞跪下了 南霞跪下了 跪了好几个 通了一看这谁啊 他不认识 就在这时 这老道一回首 司徒郎 我来一言 司徒郎一看 我的天哪 由上班纵身形就下来了 大伙儿 吓一跳 这么大司徒郎跑到老道跟前 当当当 磕了伤头 然后 搜 碰 怎么的 一扎身 走啦 像飞一样似的 就没用了 好家伙 大伙儿一看是司徒郎干嘛呀 因为这个司徒郎这个人呢 咱们得说啊 他呢 是翻脸无情 翻手为云 俯手为雨 这个性格多变 你也不知道这个 哎呀 他怎么想的 哎 这个一会儿答应你 一会儿就翻脸了 马上就不认你 就这么个人 可是他跑得老道跟前 当当磕完撒头一飘身跑了 大伙儿 说怎么着这是啊 还感觉到纳闷 来的这位是谁 这里要交代一下了 这个大清朝啊 有四大明界 有四大中界 有四方侠 这四大中界是哪位呢 大爷是庄道秦 二爷 上德明 三老道 何道元 四老道 古道元 这是四大中界 那么上德明和这何道元呢 就是同龄的师父 那么来的这位是四大中界首位 庄道秦 庄道秦的掌门弟子是谁呢 就是九尾宗一千坤妙首司徒朗 二徒弟是谁呢 在那儿柜子呢 九宫山八卧连环谱的 混元侠逍遥手李坤李太夷啊 一个人柜子一个跑了 司徒朗为啥跑 这人性格多变嘛 师父来了 这还有我好呢 行了 啥也别说了 司徒朗这个年岁很大 另外呢翻脸喜怒无常 庄道秦拿自己这个徒弟 是一点招没有 还疼 还恨 就这么一种滋味吧 所以这个司徒朗刷一飘身就跑了 他这儿跑了 李坤在那儿跪了呢 师父 弟子有罪 庄道秦怎么来的 蓝尔让来的 蓝尔在茂尔山铁山寺要往回走 他一走动 这洞着那大的 那除了跟同林呢 在这深山沟里头待了半个月 装扮成这么一个假和尚 试探同林 那其余的那走到哪儿 都是二百名黄衣僧人 四大法户 他有四大法户 他那徒弟啊 高下都 用现在的尺 得有两米二三那么高 那功夫简直是惊人的了不的 就碰着庄道秦了 庄道秦也得上前见礼啊 所以说他是武当弟子 要论宗祖的话 道家应该武功追到武当那儿 有武大宗派嘛 但是那也得磕头 然后莱尔就跟庄的秦说 这个事情已经发展到今天 你应该出面了 我跟同林 还有这李坤说了 一切按江湖上来办 江湖的规矩 明白吗 按江湖的航道 便把事整大了 同林他明白这句话 所以韩保不知广就死不了 听清楚了没 我知道了 去吧 出面摆平 就这样庄道秦来的 到了九宫山 八王连环普 一看大徒弟也在这 哪里有五星轮呢 把同林好顿给南卫 海川真是打不过司徒郎 在气线上 那真是打不过 司徒郎久经战场 杀敌无数 那经验可太足太足又太足啊 所以在那大喊呢 还有谁 还有谁 庄道秦想还有我呢 老道就这么出来了 外面想到 司徒郎跑了 这世界庄道秦一出来 大伙纷纷见礼 还有同林一听庄道秦 这是自己亲师大爷 爬地下磕头 老人家 师伯 庄道秦知道 这是自己两个亲师弟 教授的徒弟 实际呢 同林真正的武功 是打不死的 李老建可的 李老建可把武功交给了上帝兵侯道员 然后告诉你给我找传承人把武功交给他 海船赶紧起来 起来了 旁边李亏听怎么着 同林怎么着 叫师伯 那咱们都一家人怎么着 这时老道一回首 大家都进大厅 咱们谈谈 这进大厅吧 全进来了 庸亲王也进来了 这是不能给庸亲王引荐 为什么呢 现在跟九宫山八五连五文谱 还是敌对关系呢 壮道秦往上边一坐 李太极啊 一切按江湖的规矩办 按武林的规矩办 把汉堡物质广交给同林 尊师之命 好了 海船啊 这常言说得好 人不亲 亦还亲 美不美 家乡水 亲不亲都是同行人 都是达姆老祖的门徒 王匡的子孙 汉堡物质广到了京城 你看着办吧 哎哟 这话太有分 师伯 弟子明白 我明白 同林几次点头 你放心吧 我绝对不让他死 我能把他弄出去 我拼了命 哎呀 边上庸亲王大为感动啊 王爷 点点头 这些武林人真是团结啊 哎哟 不过他这是机灵一下子 这些武行的人这么团结 我要利用好了可以 利用不好将来 毛头 刀枪都指向我 也是个危险呢 嘿嘿嘿 小心为上 就这样九宫山八五连环谱 明人不用细讲 香舞不用沉吹 同林这暗寒 咱就告诉了 放心吧 是吧 偷黄这事 押尽死囚牢 韩保护着光 我想办法把他折腾出来 一切按武林规矩嘛 对不对 都是同行人 李坤听高兴 边上 韩保他爹听了 眼泪刷下来 道德切尽 给同林当当当 就磕了三个头 同林一把手拉起来 大哥 你看看 哇 和解了 大牌艳艳 这吃饭的时候 雍亲王把身份露出来了 这一露出来可坏了 哇 跪一六 全跪下了 你李坤怎么的 你再怎么的也是人家的草民的 上道明 何道远 你即便是剑客 庄道秦毕竟是剑客 古道园是剑客 你就是什么样的剑客 你见着王爷 哪怕你是远大化 你也得行妻大礼 但是人家没让 赶紧起来老英雄 在这儿咱们都啊 这个都不要这些大礼 王爷这么平易近人 哎 而且呢 这个雍亲王 发现李坤李太吉的文化水平 和心态来说太高了 知识水平也高 是不是啊 所以就愿意跟李坤呢进行谈了 简断皆说 木龙秋车 庄上韩宝五十广 押送北京城 那么临走的时候啊 庄道秦也得走啊 童林就送走这个地方 叫《蝴蝶岭》 这段书叫《蝴蝶岭二次学义》 哎呀 庄道秦一看 童林这人太好了 就把自己腰中的一口软剑 秋风落叶扫摘出来了 说童林我教你绝招 这招叫抛月亮剑 童林的反应特别快 悟性特别高 就在这蝴蝶岭这儿 得了师大爷一口宝剑 秋风落叶扫 又得了师大爷一套剑法 然后又有绝招 抛月亮剑 高 庄道秦走了 那么九龙山八户连环谱呢 押送韩宝往进京啊 庄道秦王在当地 是吧 这调了一千名官兵 押得慕容秋车 童林说这回我得亲自押送 哎呀 庄道秦王说这么的吧 还穿着咱兵分两路吧 你说这秋车子走得这么慢 几着咕哩个地 挤着咕哩咕咕个地 我跟东霞 我们这一大帮忙走杭州 还有到杭州玩两天 你呢 和你两哥 还有李渊 你们几个压子秋车 行不行 实际啊 庄岷王啊 是想拉拢拉拢 东霞等人 同龄就点头了 就这样同龄 还有山东侯二侠 就压子的这壳龙秋车 够奔北京城 这一路上 通林是没少和这韩保吴志广聊 发现两个孩子很好 那一时之错 人非草木 烟能无情 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 那韩保吴志广就是一跺脚 一着急一生气一跑的 皇宫到宝 给通林栽的脏了 那么现在把一切事都解开了 通林心中想 不能让你俩孩子死 让你们死了之后 我也对不起李昆离太极 也对不起来人 师祖告诉了 一切按江湖武林道上的规矩来办 那惩罚 不能死 不至于死 所以韩保吴志广跟通林也知道 我这要死了 我多聊点心里话 这三个人处得还很好 该吃啥就吃啥 该喝啥就喝啥 就这样离北京一百多地的时候 来个街道的 谁呢 司徒朗 他也秘密跟了这车呢 他不顾他师父的劝努 拦住通林 轮起日月五星魂就打 通林大战司徒朗 打得汗流加倍 最后他响起了师大爷的一招 啪 月亮剑 啪 闪身躲步扎过来 啪 啪 过过来 这轮走空了 海船啪往上一架 司徒朗往边上一闪紧接着 啪 他把那月扔出去 双月扔出来 砸向司徒朗 咱们 司徒朗想咋子你蒙了咋子 你傻的 这打打仗把兵给我扔过来了 这受得了吗 他就没想到后边有一马后炮 同林扔出了 他的子午机找鸳鸯月一带腰 里边的软剑就秋风 落叶扫啊 这叫啪 月亮剑 一个大转圈 啪 转过来 剑给底下往上一掏 扑 把辫子给挑断了都 司徒朗一无脑袋 妈呀 一声捡起日月无星文 撒嘴就跑 就这样 这个韩保主王就押进了北京 到了北京 带进了刑部大牢 交给了刑部大人张湘宇 这案子一年多 说不是百天吗 你看看 是皇上命百天 一百天之内 是不是 把这案子破了 没破了 没破了 雍亲王在外边给请假 总往回写信 所以康熙也就批假 简断皆说 押进刑部大堂 那边雍亲王他们也回来了 回来之后 童林给雍亲王跪下了 王爷 海传干什么呢 王爷呀 汉堡屋之馆还是孩子 万望王爷 看在武林道义上 这情分 能不能把他们救出来 哦 是啊 海传 容我想想 王爷 这两个孩子 有用啊 我知道 童林发现了 雍亲王啊 在拉拢自己的势力 你要把韩宝部这个网救出来 那么这两个人将来为你 那不得玩命吗 为你上刀身下火海呀 永亲王点点头好吧 那这事的绝密 这可了得 这是皇上督办的案子 那还了得 这怎么办 晚间 永亲王亲自到刑部大堂张湘宇的家 两个人在屋里头密谈 张湘宇一听 啊 爷 你 哎哟 您说的是真的 他摸摸耳朵 这真的吗这是 这可能吗 费这么大劲 盗魄的二贼 捉拿归案 然后怎么的 你让我把他救了 这有什么不行的呢 人非圣贤 殊能无过呢 那么这个韩宝之广是有过 知错必改呀 知错就改 知错改了不就是好朋友吗 另外 这韩宝之广 哎 日后也有用 这张湘宇可是 永亲王的死党吗 没说吧 康熙这些儿子 拉帮结伙的 所以说这张湘宇点点头 说爷呀 这事儿因为是秘密审案 就基本压着刑部 皇上告诉不许张扬啊 哎 这事儿不许往外喊 听什么 哪有皇宫把宝贝丢了的 我这皇宫也不是菜市场 对不对 所以秘密处感 秘密审问 我明白了 傻掉 由慎刑司督办 压在了刑部死求老 哎呀 张湘宇点点头 爷 这么大的案子 您最好亲自出面 哦 得在底下办 说办这么大的案子 你就即便把神力王请出来 你把那什么王请出来都不好使 就得在底下 在底下办是底下办的 但有一天你得亲自出面了 就即便我说可能都有点不好使 刑部死求老 有一种老头 此人叫吴岳山 只有他能办 您想想 好 哎呦 这庸亲王就要见这五老头 那现在这个 韩宝贝王被压在这死求老里 这哥俩呀 这心他能落下来吗 生他 生他 在这路上的时候 同龄就嘱咐这哥俩 韩宝贝王啊 同事说 现在叫同事说了 到了刑部大堂 如果问 你就如实找来 另外 还有一个案子 你把它应成下来 还有一个案子 一 你偷走了 翡翠鸢鸢鸢鸢鸢鸢 那么第二次又入皇宫 这里边必须得同龄交代清楚啊 因为什么呢 同龄不是被冤枉了吗 韩宝贝王给同龄写的名 让康熙把同龄抓到刑部大堂里边 抓到刑部大堂里边 为了救同龄 这康熙贝王就采取了一个计策 让二侠第二次进皇宫 偷了一把扇子 这把扇子叫温良煞 然后呢又写下了同龄的名字 康熙一看 哦 这同龄是真冤枉 为什么呢 我把这同龄抓到大堂里边 那真正的罪犯 在外边逛当哪 又进来了 给同龄栽赃 这才同龄披星戴月 捉拿盗宝贝 所以你这必须的两个案子 都得齐备了 所以告诉韩宝主王 你第一次偷的是翡翠鸳鸯舵 第二次你们俩又进皇宫 偷的是温良煞 一把扇子 这把扇子在雍亲王府呢 镯子呢 镯子也在雍亲王府 现在都拿出来 一起交给刑部 这个案子才能完结 哥俩一点头那好吧 哎 他不明白这里咋要事 那既然都到这份了 让我们说什么就说什么吧 是不是 看这个意思 通龄呢 有些要救我们哥俩 可能吗 不可能 不可能 但是我们错了 对不起人通龄 把人折腾这样 那不管说什么 我们都赢了 声唐 吴声一响 这可是刑部啊 三八六牙两兵 贺汗汤威 秘密 神奋 汉堡不只往 屁家带锁 哈喽哈喽进来 跪的呢 张湘宇看了一眼 你叫汉堡 草民罪犯了汉堡 张起面来 打人 变个王后什么一甩 张湘宇想怪不得 庸秦王要救你 长得还挺周整 你叫汉堡这个王 不错 张面 大人 好 翡翠月阳主 是你们两个偷的吗 是 温良善 是你们两个盗的吗 是 躺躺躺躺躺躺躺 全招了 怎么进的皇宫 那个 怎么进去 怎么进去呢 哎呦 这哥俩第一次偷那翡翠杨桌 可是遭了大罪了 他后边皇宫啊 有掏粪车呀 是趴那掏粪车的底下 贴进来的 那第二次怎么进来的 第二次 哥俩想 谁知道怎么进去的 我们哥俩也不知道啊 那就瞪眼珠的边吧 我们也是趴在那 我们也是趴在掏粪车的底下 两次全是掏粪车 好 好 没打 然后塞到死囚牢 过了两天 康熙看卷宗劈下来 斩 秘秘斩首 这卷宗上边一画完了 晚上要杀 沈兴司来人杀 和刑部联合要杀掉汉堡无智王 这时候最关键的时候 雍亲王出来了 把那吴老头叫过来 给叶剑里 吴老头知道我是谁吗 我知道您哪 雍亲王 好 把汉堡无智国王给我救出来 踢出去 这是一万两白银 难了 打电一下子下边 不敢花爷的钱 绝对不 拿着 胡老头心滑怒放 雍亲王让我办这事 别人办不了 只有他 因为你想行不死 求老大老头 要换个人 那低龙换凤 抽粮换柱 那不是手到擒来吗 那牢里头有多少驱死的 冤死的 横死的 整死的 弄死的 那都在他手上 也就在子时的前一刻 慎行死马上要来的时候 在别的死囚牢里头 递得出两个 叫晃条子 行话叫晃条子 就是要杀的人 先给他盯上 把汉堡无智王的衣服 换到这俩小的身上 把这俩小的衣服 扒到汉堡的往身上 然后拿过那口称子 什么叫口称子呢 这玩意是个堂皇的 一个公背 上边有个疙瘩 底下有个疙瘩 张嘴 啪地给塞进去 正好 卡到嘴里头 你还能张嘴 不过压着你这舌头 你还说不出话来 就这样 然后塞到 汉堡无智广的那个牢里头 半夜子时 慎行死来人了 下刀 来这四个 这五老头出来 人呐 眼明正深 那俩小子 这就是汉堡无智广吗 套上头戴 啪 这叫套上了 砰 斩了 汉堡无智广呢 在那个牢里头呢 没够半个月 就带到平牢里了 平牢就是 充军发配的 然后这 花圈一运作 一批把汉堡无智广 发配云南 就给发配到云南 到了云南 九宫山八国联魂谱的地界 李坤 李太极一运动 把汉堡无智广 在牢营里头救出来了 到了九宫山八国联魂谱 那么汉堡无智广 跪下从北京方向磕头 雍亲王印针 统林呢 感恩戴德 也有用到过地方 赴唐刀火呀 那么这个案子也就结了 这案子一结 海川就恢复了自由之身 那么统林就在北京城 建立了堂口 拉起了乌鸡们的大旗 本篇故事就到此 告一 段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